每当提起河南没有来过的朋友 可能觉得它只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 而河南南洋这座城市 可能与你想象中的河南截然不同 这里山水尖背 来到这里会让你望却置身中原 看见不一样的河南 它坐落于河南的西南语 是整个河南省面积最大 人口最多的地势 地处于鄂陕三省交汇之处 西安 郑州 武汉 三座省会城市之间的核心区域 也是三秦 京楚 中原 三大文化交汇之处 毗邻湖北省隋州 襄阳 石燕 陕西商洛 河南三门峡 洛阳 平顶山 信阳 筑马殿 下峡十余个县区 全境几乎位于秦岭淮河以南 虽然说着中原官话 但从地理划分角度去看 属于南方 我们将地图缩小来看 它恰好位于我国第二与第三阶梯分界线 与南北方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 两者交汇之处 也可谓是祖国的新腹地带 自古以来就是四方往来的必经之地 沿汉水溯源而上可达汉中 沿伊河河谷北上可达洛阳 京方城出盆地可达开封 沿淮河东去可达淮阳 沿汉水南下可达江汉 京楚 从地形上来看 它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 南阳与湖北襄阳两座城市 四面环山 秦岭 大巴山 大红山 铜柏山 一众高大的山脉围成了南阳盆地 所以自古以来 南阳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也因此南阳被划分为三大区域 其西部是秦岭的渔脉 浮牛山区 其中部为南阳盆地 其东侧为铜板山区 接下来我们将近距离地走进南阳 这些看起来似乎陌生的地方 可能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首先我们来到最西侧 浮牛山区的西匣 这里自古是秦楚边界 古称白雨 也是屈原流放之地 同样它是南阳市山色的颜值担当 南阳市的我A级景区 均在该县境内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浮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老界岭 它也是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 秦岭山区典型的花岗岩山体 在这里拔地而起 站在山巅北望洛阳南侃江汉 秦岭与南阳盆地 在这里相互碰撞几压 形成了断裂带 而在此断裂带之下深藏着 堪称全世界最多 分布最广 保存最完好的 史前生物恐龙弹化石遗址 接下来我们来到西川县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但关于它的历史 你一定有所耳闻 它是八百年楚国的发源地 扶住岳王勾建灭屋的商圣范里 宣太后芈月的故乡 南水北调的源头 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丹江口水湖 有近乎一半的面积 位于该县境内 可以说它是南洋市的水色担当 此片区域也被称作小太平洋 是中部地区少见的超大型湖泊 这里续集了发源与秦岭南坡的汉江水溪 水深可达170余米 水质十分清烈 也是华北的生命之源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便是 南水北调银水区的起点 它便坐落在西川县境内 一区清水从这里送往北京 接下来我们来到内乡县 这里是古石长安 驱往东南地区的高速公路 商务古道的终点 在这里保存着国内最完整的古代县衙 它地处于秦岭东端 南洋盆地的出口之处 北侧为秦岭山脉之脉 八百里湖牛山的主山脊 其中的生物多样性 以及植被的覆盖程度 在中原地区都是屈指和属 接下来我们来到南洋地区的邓州市 它的历史可谓相当悠久 在夏商周时期 它就是如今河南西南部 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 在邓州古城东南角的华州书院 樊仲淹在这里写下了千古名篇 岳阳楼记 先天下之幽而幽 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里曾经叫做冠军县 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 风狼居须马汉海 冠军侯获去病的封地 历史上有三个冠军侯 获去病 甲父 窦县 窦县的封地也在这里 而甲父就出生在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到玉雕之乡 镇平县 问世间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这首诗的作者袁浩温 别是镇平的第一任县令 他除了是玉雕之乡 还是中国地毯之乡 金鱼之乡 玉兰之乡 在其北侧与林县的界山 五朵山 与南部湖北的武当山 遥遥相望 北称之为北顶 武当山为南顶 相传名讳地 诸遇文便来此避难 接下来我们来到南兆县 早在五六十万年前 就有猿人在这里繁衍生息 在这里发现的南兆猿人 与北京州口店 蓝天猿人齐名 身居扶牛山腹地 也是河南省为数不多的 山清水秀的小城 我们刚所提到的五朵山 以及这里的楚方城 都能体现出 这座位于南北分界线上 小城深厚悠久的历史 接下来我们来到南洋市 我们应该都听说过 出事表中那句 成本不一功耕于南洋 它古称晚城 地处南洋盆地核心区域 虎视东西南北往来交汇之地 汉高祖刘邦 光武帝刘秀 都从这里出发 经武关道抵达长安 建立了东汉与西汉 而这里的标志性地标 当属于在平原中突起的独山 这里便是我国四大名誉之一 独山域的原产地 接下来我们来到新野 人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擅长火攻的诸葛亮 在这里火攻水烟 退却曹人曹洪十万兵马 也就是三阔演义中的火烧新野 也是诸葛亮人生中烧的第二把火 他也是光武帝刘秀起兵之地 刘备屯兵之地 接下来我们来到方城 在这里的伯望镇 诸葛亮烧了第一把火 也就是三国演义中的火烧伯望坡 而他的第三把火便是火烧赤壁 也让曹操败走华容道 这三把火便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来历 而方城县还是历史上 大名鼎鼎开辟丝绸之路的先驱 张谦的封地 而张谦便是伯望侯 接下来我们来到摄旗县 关于他的名字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东汉创始人光武帝刘秀 被王莽四处追杀 在这里的酒馆饮酒歇脚 而他正好看见酒馆的酒旗上 写着刘字 于是便将酒旗舍来 招兵买马 推翻了王莽的新潮 而这一个舍旗的故事 最终演化成了舍旗的名字 接下来我们来到唐河 这里古称唐州 古为宋金边界 著名爱国将领岳飞 曾在这里多次击败金兵 同样他是古时南下北上的咽喉要道 左梁玉 李自成 洪秀泉 皇朝等人都曾率军在此熬战 接下来我们来到铜板县 地处于大别山渔脉铜板山的腹地 古称富阳 天下七十二福地之一 这里与盘古神话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古人曰盘古开天 盘古开天写为淮毒 在上古时期有四条大河 长江 黄河 集水与淮河 北称为四毒 而千里淮河便发源于这里 南水北调将生命之源点亮 扶牛巍峨挺起玉溪几凉 平原浩荡 驻见中原凉仓 遇见山水 这里是河南 南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溪凉